在太阳底下真的是很辛苦 那么其实每到假日 他们往往会聚集在这里表演给大家看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赚的钱呢 也真的是不多 因为往往是靠着民众的乐捐而来的 所以有时候半天下来 只赚了两百块 戴着小丑面具穿着长袖长裤 三十几度的气温之下 街头艺人卖力表演 我已经说了不行了 你还要哦哦哦哦 完全不能人家受不了你 还有旁边穿着成套西装 拉着小提琴的年轻人 汗如雨下 但是还是不停演奏出动听的旋律 街头艺人带给四周观众欢乐 背后其实很辛苦 我在外面表演 结果它刚好是那种大楼楼上 然后它楼上刚好泼水下来 然后我的琴啊人啊都撕掉了 可是我还是继续的表演 街头表演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型 包括演奏跳舞这一类的表演艺术 也有比较静态的视觉艺术 最后还有手工艺类 不过虽然外人看似辛苦 他们自己却乐在其中 可能现在太多人有烦恼压力 然后我会希望说就是可以出来表演 然后就是能够把他们的表演跟压力 给排除掉 或者说把他们压力跟烦恼给我 然后我给他们开心给他们快乐 一天平均表演五六个小时 最多曾经赚过一万多块钱 最少还有表演了半天 收入只有两百块的经验 不过他们说 虽然一大部分也是为了赚点零用钱 但是能把欢乐带给大家 是支持他们继续表演下去的动力来源 中盛和光源谭若宜 台北采访报道 中盛和光源谭若宜